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键就在这个萤幕的右下角有一个订阅钮 那请按下去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啰 订阅之后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啰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当你在一段恋爱当中的时候 你的十二星座另外一半 如果有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行为的话 那可能就是呢 他对这段感情有一点点厌倦 或者是呢 他好像有一点不爱你咯 那当然呢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判定方式啦 而且如果是还经常发生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要小心一点哦 那因为十二个星座是有点多啦 所以我会把它分成上下两集 那每一集呢介绍六个星座哦 好,那我们今天要记得呢 我们要参考的是太阳和月亮哦 主要是因为呢 交往了之后呢 月亮星座 它开始会慢慢越来越重要 那月亮星座代表一个内在的情绪和反应 也是一个更加真实的一面 那当然跟感情方面是也有所关系的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 这个主题要看的是太阳星座 还有月亮星座 大家可以一起参考哦 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果说呢 你的十二星座情人呢 在感情当中有以下 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部分的话 你可能就要小心 你的感情可能出现危机哦 好,那因为我们分成上下两集嘛 那第一集呢 我们会谈到的是巨蟹座 狮子座 处女座 还有天秤座 天蝎座 跟射手座 那如果不是这六个星座的话呢 就请看下集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第一个星座呢 是巨蟹座的情人哦 那如果说你的巨蟹座的情人在感情当中 出现以下这些症状的话 你的感情可能会出现某些小小的危机哦 第一个呢 就是你的巨蟹座情人开始不太关心你 比如说他不会问你今天过得好不好 不会对你虚寒问暖 很多巨蟹座的情人呢 其实看到你不舒服的时候 他就会问很多 但如果你的巨蟹座的情人开始不闻不问 也不会煮饭给你吃 当然通常是他要有 平常就会煮饭给你吃 但是突然 他好久就不想煮饭给你吃 或者是随便煮一煮越来越难吃的话 那这是你第一个可能会 开始要有一点点警觉心的时候哦 那接下来就是 如果你发现你想要他的地铁 或讲了某一些 他不是很喜欢听的话的时候 他就突然大抓狂 崩溃 或者是哭啊 喊啊 整个情绪有一点让你吓到的情形下 然后对你的态度就是 有一点歇斯底里 那由以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哦 因为巨蟹座通常是忍到某个极限之后 他没有办法忍的时候 或是他不愿意忍的时候 他就会有这种崩溃的情向 那如果说你不处理他的情绪的话 这个巨蟹座可能会对你开始有一点死心 那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一个讯号 那第三个警讯是比较严重一点啦 就是如果原本跟你的巨蟹座的另外一半是住在一起的 那他就是因为情绪或心情不好的关系 他又突然不回来跟你一起住 或者是他就算回来跟你一起住 他也不太想要跟你抱抱 或者是你想摸他想跟他一起睡的时候 他就是拒绝的时候 这种很明显的想要跟你分开 或隔离的态度出现的时候 其实就代表这个巨蟹座对于这段感情当中的不满 大概已经累积到了一个极限 所以可能你们感情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那如果这些症状都同时出现的时候 请你要好好善待你的巨蟹座的另外一半 不然感情上恐怕就会有一些不是很好的发展啦 自己小心哦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是诗子座 那如果说你跟诗子座的人交往的话 发生以下这些情形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一点 是不是这个感情上出现了一些危机哦 如果你的诗子座情人呢 突然就是以前都会跟你撒娇 但是现在对你口气就是越来越不好 而且呢开始他只会命令你 只会一直要求你做东西 把你当个奴仆下人使唤 但是都不会跟你撒娇 不会称赞你的时候 那这可能就是第一个警讯出现楼 那有一些诗座呢 在对一段感情有一点失望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讲说你就是没有人家好 你哪里不好哪里不好 就开始挑剔你开始嫌弃你的时候 这其实就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警讯 主要是因为哦 诗座选择的一个对象上 如果是他觉得可以跟他交往的人 通常在他心里都会是一个 还蛮不可侵犯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但是他开始挑剔的时候 代表他对这段感情还有跟你的相处 其实是开始有一些不满 而且是很明显的不满发生哦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狮子座 完全忘记一些重要的纪念日的时候 而你呢如果说好 你还记得你跟他庆祝的时候 他有那种郁郁寡欢 或者是随随便便敷衍你的话 那这情况就真的很严重了 因为这个狮子座可能有一点走心 如果说呢以上这三个情况都发生的话 你的狮子座另外一半可能觉得你不够爱他 或者是他在感情当中有一些事情 是需要跟你好好沟通的 那你就真的要跟他一起来面对这些感情上的问题哦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到的新座是处女座 第一个情况呢就是如果你的处女座另外一半呢 他开始不断的去看很多帅哥美女 不断的去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 这个你就真的要小心了 处女座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一直盯着某个人看 他会把这个人的所有的一切看在他眼里 好或不好的可以改不能改的 他都会盯得非常清楚 而且爱你的时候就会不断盯着你 死看着你 不会去看别人 但是如果开始看别人的时候 这就是第一个警讯 就是他可能有一点走心的情况发生哦 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比较严重一点 就是你开始发现你找不到你的处女座 另外一半的时候 处女座本来就是乖乖牌 他会跟你报备说他要去哪里 他会做什么 但是你突然有一天发现 他开始不跟你报备这些事情 不跟你讲这些事情 不会告诉你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就是 处女座通常觉得上床这件事情 是感情当中还蛮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他会很希望跟自己喜欢的另外一半呢 常常可以有一个规律的一个床上生活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处女座开始完全不想碰你 或完全不想跟你有这种床上的互动的时候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 代表这个处女座有可能走心 那这也代表着呢 你要赶快想办法把你处女座另外一半的心给捞回来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是天秤座的朋友们 好第一件事情就是呢 这个天秤座我已经不太爱跟你聊天了 不会跟你分享他遇到的一些人身上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大事小事或者是他的一些感触或是感想 你要知道天秤座是一个很可气的星座 他跟不熟的人他不会讲太多 他会保持一个距离啦 但是如果说他跟另外一半之间 其实他会把很多心里的话 或者是一些新的想法跟你说 但突然这个天秤座不太跟你讲了 他不会把这些东西跟你分享的时候 你就要稍微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的天秤座另外一半 不跟我分享这些事情哦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呢 你知道天秤座的个性就是 他不会去限制你的行为 或限制你的行动 但是他会基本的稍微问一下说 你今天几点会回来 你要去哪里跟谁去 大家稍微问一下 那如果说你脸色不是很好 他会关心你 可是如果你的天秤座的另外一半 不太去问你这些事情了 以前都会稍微嘴巴开口就会问一下 但如果说这个天秤座就是不闻不问的话 那这可能就是有一点冷掉的感觉哦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 那还有第三个情况是呢 如果你的天秤座的另外一半 开始批评纠正你 而且是很明显的 很直接的去跟你说 你哪边做错这样不好 你看别人做得多好 你要记得天秤座 其实是一个很有礼貌的行作 他跟另外一半之间的互动 他也会尽量礼貌跟和谐 但是如果一旦他发现 礼貌跟和谐对你是没路由的时候 他就不会继续这么礼貌跟和谐 因为呢这个天秤座会发现 你已经跟他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好像不一样 他会觉得是你变了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代表这个天秤座呢 开始觉得有点不太对 所以他才会很直接的去告诉你哪边不OK 哪边不好 所以呢如果有以上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会建议呢 你要尽快的跟你的天秤座另外一半 把感情呢稍微多做一点维护 那把他的心拉回你身边哦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的是天秤座 通常他对他的另外一半 他会有所交代 就是再怎么神秘 他还是会让你知道一部分 当你慢慢发现你越来越找不到他 越来越不知道他去哪里 跟别人做什么的时候 这就是第一个有一点严重的事情 代表这个天秤座开始对你有所隐瞒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呢 他跟某些人在通话的时候 他会故意走到外面去 不让你听到他在跟别人说什么的时候 哇那这个就开始有一点严重 因为如果这个天秤座就是很爱你的话 其实他会让他的另外一半 去参与他生活的一部分 或者甚至于就是说他觉得无所谓的人 他可能就是通话的时候还会开扩音 然后让你也听到他觉得无所谓 可是当这个天秤座开始讲一些电话 是他觉得不应该让你听到的内容的时候 那这个部分上就有待伤缺了 你就要稍微看一下说 是不是这个天蝎座对你有什么不满 或者是他是不是开始有认识其他对象 好那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这个天蝎座就不跟你上床 做运动的时候 你就要真的觉得这件事已经大条了 因为天蝎座在这个床上运动这一块 他是很重视的 除了品质时间之外 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可以没有的事情 那如果一旦这个天蝎座不是因为 比如说工作或是身体的因素 他不跟你上床 那他就是单纯的对你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兴趣的时候 那这个就非常严重 所以如果有以上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 请你要特别小心一点 那该怎么把天蝎座的心拉回到你身边呢 就是你接下来很重要的人生课题之一 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射手座的部分 第一个情况呢 就是当你的射手座的另外一半呢 看你之间就是有点尴尬 好像会找不到什么话题的时候 这其实就是一件有点严重的事 因为我们知道射手座是一个很欢乐的星座 他其实人生当中 他有蛮多有趣的东西可以跟你聊 但是如果他开始不太跟你有共同的话题 找不到共同的一些可以聊的事情的时候 那代表其实这个射手座 有可能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 所以他就是有一点危险的时候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如果你的射手座的另外一半 开始不让你看他的手机 或者是他手机就开始改密码的时候 那这可能就有一点危险 但是这个部分是建立在说 原本你的射手座的另外一半 就会跟你分享他手机里面的一些讯息 或者他跟谁讲过话之类的 但是他突然开始不让你看他的手机 或者是他就改密码了 你就看不到原本你可以看到的东西的时候 那这就有一点问题了 因为这代表这个射手座开始呢 跟你有一些距离发生 或者是 当然啦有一些射手座特别是男生 他可能有一些不能让你看到的东西出现在里面 那这个可能他就会把它给封印起来不让你看哦 第三个情况就是呢 如果发现他 接到邀约就去的频率越来越高 本来可能 他跟你在一起之前是一个礼拜跟朋友出去喝五天 然后交往之后 变成喝一天喝两天 但是他突然又开始变成喝五天喝六天的时候 那就可能有点严重了 可能呢这个射手座呢 他开始放飞自己 那这个就有一点点严重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射手座另外一半 在跟朋友出去外面玩啊 喝酒的时候 他会更重视自己的服装仪容 或者是穿得更活啦 或是比如说他会去买什么 新的内裤哦之类的 就是 让你觉得他好像有精心在打扮自己的时候 然后又去越喝越多摊的时候 出去的时间 常常就是早出晚归的时候 那这个就还蛮严重的咯 那如果发现以上这些情况的时候呢 可能你的感情上就有一点小小的危机咯 你就要想一个办法呢 跟这个射手座好好的聊聊 看要怎么抓住他的心哦 今天要提到星座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开小铃铛哦 非常欢迎你在底下留言给我 也欢迎你分享这支影片呢 给你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我是雅庭迷思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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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